同样在春节期间传出死亡意外的是 亚历山大健身中心 从昨天晚上开始 针对所有的亚历山大分部进行抽检 而另一方面也是健身中心的加州 今天也被抽检 而且不合格 马上被罚了12万 消防官各种机场人走进健身中心 不过媒体就被挡下来 消防官我们非常欢迎 但是比较不欢迎 特别是政府联合机场小组 在那间是逃务检查 亚历山大在台北市的11个营业据点 消防官进一步针对台北市 所有的健身俱乐部全面进行安检 经过检查 家中健身中心在逃生突到备放杂物 当场就被开了12万元的罚单 而消防设备也出现缺失 限期一周改善 楼上的排烟的侦测的部分 没办法连接到受信总机 那地下室的部分呢 那所有的警报系统呢 没办法去连线 它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改进 在台北县联合机场小组 昨天晚上也前往 亚历山大板桥分布图局检查 于事先并没有告知 业者一开始并不愿意配合 同时也把媒体的声音挡在门外 机场人进入检查 要求查看重点的锅路部分 不过业者还是不配合 虽然仰历山大从昨天开始 就自行改善缺失 不过台北县的新装 以及中和分布 还是都分别被开了 六万元的罚单 台新闻台北众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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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